冰城四季幼儿园的小朋友很用心地在画画 很多小朋友画出来的人眼皮都是红红的 其实他们在画刚刚在盲人院看过的盲人 以前我上英文班的时候 跟我的妈咪说我不要学那些英文班了 因为他变得老实很快 现在我还有想一点点 今天我去盲人院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这些事情 一定要坚持做那个事情 到底在盲人院做过什么事情 让小朋友发现自己以前的学习态度是不对的呢 原来他们刚刚在老师的带领下 在槟城圣尼古拉盲人院看了不少东西 也做了很多好事 小朋友很用心地唱歌给工作人员听 还亲手献上糕饼 以行动来感恩及回馈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在老师的引导下 小朋友勇敢地看着眼前这些跟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小朋友 他们有些眼睛看不见 有些耳朵听不见 但是慈祭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害怕 反而勇敢地跟他们握手 然后亲手把爱心项链挂在他们颈项 这边有七个训练 通通看不到的 除此之外 盲人院的员工还带小朋友去看一群眼盲心不盲的哥哥姐姐 很用心努力地学习 用自己的双手赚钱养活自己 盲人哥哥姐姐们都可以如此用心学习 努力生活 小朋友们更要善用健全的身体 在学习上努力坚持 大约新闻杜慧系李佳莹马来西亚冰城报道 就给我们餐